中原浦度 中原浦度就用北勝宮廣場好熱鬧 廟方和信徒準備了大批貢品 要和好兄弟分享 這裡比較漂亮 他們家裡比較有 他們說 有的是這個地色路 一個邊緣的地色路 沒有辦法穿著 這更漂亮 有鹽米 還有一些米糧的部分 還有調味料跟罐頭 浦度結束 工作人員將整袋的占卜打包好 裡面有沙拉油 泡麵 飲料等物品 趕緊要分裝打包 因為這些物資都要立刻送到 需要幫助的弱勢家庭 很多這個比較家庭有需求的人 然後希望能夠提供他們一些物資 因為我們的物資裡面 今天的貢品 柴米油鹽醬醋茶 包括米麵食 各項的物品都準備得很齊全 那也希望說能夠讓這個有需要的人 能夠享受到這份愛心 捐贈儀式上 許多學校都特別派代表出席 教育處特別感謝 北勝宮每年都會捐百米 而北勝宮這項散舉 每年也吸引不少信徒 熱情響應 那北勝宮還有北勝慈善協會 十幾年來都照顧我們基隆在地的孩子 那我們很感謝他們成為世譜的夥伴 一起照顧孩子 那也相信這些孩子未來會繼續把這樣子的愛 繼續傳承下去 我們捐的對象大概就是會是學校 低收入戶 然後我們也會透過派出所的警員幫我們去發放 其實要知道房間比較辛苦的 以前都說是郵差 可是現在其實大家都用網路 Email那些Line 所以警員應該是第一手消息 他會知道哪一些比較辛苦的 謝謝 大哥 謝謝 大哥 謝謝喔 志工們化身成外送員 將一代一代的占卜物資 用機車和轎車分送給需要的弱勢家庭 德河國小非常感謝北勝宮這個議局 讓我們選校的比較弱勢的孩子 能夠有機會獲得補助 非常感謝北勝宮慈濟協會 今天辦理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我們榮勝的孩子收益良多 畢竟很多家庭不是那麼富裕的小朋友 這些的物資跟一些紙米 對他們的幫助非常非常大 普渡玩的這些貢品 其實有很多的三星人士 他會把他帶回家吃平安 另外有更多的三星人士 他會把他的小愛轉為大愛 把這些普渡品捐贈給相關的一些 更需要幫助的一些民眾 那基隆市天行者慈善協會 非常的感謝北勝宮還有北善慈善協會 為我們捐贈給這些街友 或者是我們所謂的路行者 我們會把這十份的普渡的物品 來轉送到那個路行者的身上 疫情之後北勝宮持續做愛心 獲得信徒高度認同 也與各界持續攜手送暖 也讓中原普渡變得更有意義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